我们希望能够认为人,现在这些都非常极端,非常片面化,非常flat,没有身体,没有内容让这些人成为总统。 过去这些总统基本上都是肯定是失望的,除了克林克以外,从过去这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体制是可以改的,未来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创新。 比方说电子空间是不是能够变成对现实政治有良好影响的地方,这些都是希望能够在美国有一些改变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再弄清楚,你用那个字就是反对派的意思,因为你一直在用那个字在形容后面的Jerson。 前面他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年轻的时候,这个激进派,年纪大的保守派,他不是完全的反对派,他只是在维护他自己以前的理念。 就是执政党,执政党不是他的呀,执政党等于要破坏他,但他就是反对派。 对,但他的最爱的,就在维护他过去以前所坚持的这些东西。 是是是,他的角色当然是被定义的,但是在不同的方向,我想这都是一个很需要智慧的一个过程。 就是从,比方说你的革命的统治,变成敌对的,反对的力量。 是不是去现在他跟华盛顺的统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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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 这个,就是治。画篇地就是自己的,就是自己,天也是自己的。 那在中国,解放以后,房子也是70年产权,根本就没有什么私有财产。 对吧?70年产权,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的,所以大家马上思想就出发的痛点就不一样了。 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 你说的解放那种都是 这些都是官方宣布的一些讲法 他49年以后就对吧 以前还有私产 49年以后全都是国家的 你现在土地也是国家的 农民种的地也是国家的 房子70年产权也是国家的 所以他人的思考的那种 他要的权力 他思考的那种痛点是不一样的 跟美国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 其实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问题 就是合法性 Property rights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的地方说 土地有限无限的 它都有一个新的办法 不是像现在这样 那么这根本就必须有一套保护产权的法律 而这些在现在一党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必须尊重法治的这样一个体系 那么这一点其实跟那个也有些类似的地方 还有当初你说到土地这个事情 当初我读到这一些像美国的这个过程我也想过 其实中国土地也是很多的 就是你要画一下 就是比方说人口的中心 人口中心 你稀的那些地方 比方说美国它比方说 几十块钱可以随意去住 对吧等等 都是一些办法 就是这里边但是根本 它都要回归到产权这个事情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